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可能有时候会就是皮肤就很崩的那种感觉又很干 然后有时候就会甚至会起皮就一小块一块的皮 天哪这个已经是一个很严重的状态 我相信有很多朋友跟萧萧也一样会遇到这样的问题 那接下来呢针对这个点我会分享三招给大家 两个知识一个手法分享给大家的 那首先呢第一个知识很重要啊 就是教你们买买买哦 教你们买买买哦 能买是吗 第一招就是选 怎么选粉底液非常重要 我建议大家一般在选择这个粉底液的时候呢 选择一些成分里面包含了 比如说有玻尿酸的呀 以及是那个烟纤胺的 同时呢可以选择一些包括是那个矿物水分的 这样的粉底液会比较好一点的 这种比较好一点的事啊 对对对 这样的精华呢都是覆盖在那个保湿的那个范畴里面的 所以呢选择这样的粉底液就没有错了 所以呢选是非常重要的一步 这是第一点第一个知识 大家一定要记住啊第一个知识是玄 那第二个点呢就是量 量 对量 大家猜一下是什么呀 这个量是关于什么 用量 用量 对啊用量 对Bingo非常好啊 那所以呢用量多少是很重要 萧萧啊你途分底液一般会用多少量 我一般用的话就挤一拨 然后大概就是一个黄豆的量吧 一颗黄豆的量啊 对的 大家是不是也是用一颗黄豆量呢 这不是对的吗 我觉得有点太少了 我这个意思不是说你脸大啊 对我是觉得太少了一点点 少 对来你来滴 我给一瓶你来滴一下 你来滴出你爽需要的那个量啊 我来滴一下 大概 对你滴在我的手上 我试一下 大概这么多 差不多 你觉得这么多就已经是够了 如果你肌肤在一个很干的状态之下的话 你觉得能抹得开吗 你再滴 再滴 再滴 再加 这么多 不够 还不够 不够 再低 可是好 够了吗 OK 差不多了 差不多了 对 差不多了 这么多的吗 其实这已经不算多了 你想一想 我们要全脸均匀地去覆盖这个粉底液 同时要让那个肌肤完全能覆盖到那个精华的状态 这绝对还不够 我觉得 还不够 如果是我个人的话 我一般建议大家 这个粉底液的量 一般来说是用一个十指头那么多的量 对 这么多 但在这个时刻 我相信有很多的女士会想 那么多的量 我相信你也会想 那么多的量 会不会说那个底妆很厚的那个状态 会不会很堵 是 很多人会想这个问题 那接下来呢 我会帮她去解答这个问题 所以第二个知识点 量 就是一个十指头的 大概的一个量就OK了 那前提是 比如说你钻气啊 你的肌肤会发生很干的一个状态啊 等等一种状态的时候 就可以需要那么多的量了 那如果比如说 当时的那个空气环境湿度比较高的 你可能可以减半的一个量 哦 根据一个天气是吗 对 我建议大家是根据这个天气肌肤的状态 去选择的话 会比较好一点点 那所以呢 这个量呢 是针对一个肌肤比较干的 想要长效保湿的一个状态 是最好的 哦 就多一点好一点 对 相对多一点会好一点的 那接下来我要解决这个 多一点 太多了 怎么办的一个问题 那去到第三个部分了 那我建议大家呢 用一个刷子会比较好一点 因为呢 这样可以均匀地涂抹 刷子呢 可以抓住很多的粉底液 是吧 对 可以均匀地涂在我们面部的每一寸上面 好 那我们来试一下 来 我们先涂抹一点点 之后呢 一般呢 我会以那个肌肤的 淋溢的位置开始涂抹 来 大家看一下 这样子的涂抹 会不会很均匀的效果啊 虽然看上去有一点点厚啊 但不重要啊 咱们先涂了 大家可以看到 那个粉底的精华 完完全全可以覆盖在我们的面部状态啊 一般呢 我们的眼下的位置 细纹的位置 以及眼尾 那个眼尾的位置呢 都很容易会干得厉害一点点 出那个细纹的状态 所以呢 我们涂的亮 多一点点也没关系 好 那我们用这个蛋试一下 轻轻的在脸上 按压 大家可以对比一下哦 赶紧对比一下那个效果 看是不是明显的 就很自然了 就妆效啊 这边还显得很轻薄 这边还显得比较厚重一点点 但是大家千万不要担心啊 因为我已经把那个粉体 以及精华啊 压附在我们肌肤表面上了 同时呢 多余的已经也吸收掉了 OK 那现在呢 这个底妆呢 就已经完成了 OK 那我先给你看一下好不好 看一下效果 来 是不是很赞哦 对啊 这么多粉底下去 它全部都吸收了 哦 里面的精华 让我感觉到自己 整个皮肤就是 润润润的感觉 所以说选粉底和技法 是非常重要的啊 哦 感觉自己皮肤 好像不是我自己的皮肤 怎么办 OK 那接下来呢 那我们上完这个底妆啊 还是要定妆的 还有定妆是吗 你不定妆的话 出门肯定那个妆 也有可能花嘛 因为外界的一些原因是吧 对的 那所以呢 一般很多女士 是在定妆的时候呢 很喜欢会用一些 那个蜜粉铺 用力的很多粉 在那个脸上去硬啊 对啊 因为那个脸 那个遮瑕度很强 那个妆感很厚 但是呢 我想告诉大家 这种情况呢 很容易让那个底妆 又会干巴巴的一个状态 因为你的干粉很多 所以它也会吸附 你脸上的一些水分 这样子 对 所以呢 我分享一招给大家呢 就是说定妆 还是要定 但是呢 我们会用一个 轻定的方法 轻定的方法 那我们可以用一个 选一个大一点的蜜粉刷 大一点的蜜粉刷 之后呢 蘸取一点点的蜜粉 那之后呢 我们就在我们的手心上面去揉 哦 又在手心上 而且很多女士 应该都不知道这一点 这一点很关键 这样子呢 可以让我们的这个蜜粉刷里面 蘸满了所有的蜜粉 很均匀地在里面 之后呢 在脸上轻轻地去刷 或者是轻开 轻开轻刷都可以 让我们的蜜粉 轻盈地 粘附在我们的肌肤上 那就可以了 那就可以了 但是有很多女生会觉得 这样子就可以了 我怎么去判断 这个镜妆够不够 对吧 你有这个同感吧 对 我都很想看 所以呢 这种情况一般 当你轻碰完 病完之后 用你的手轻碰一下 轻碰一下 不粘力 不粘 不粘力就可以了 而且很舒服 是 就已经是足够了 已经是足够 不粘力就已经是足够了 所以呢 它只是很薄的一层 在上面 没有很多的亮 这样的定妆呢 这样整个底妆的效果 对 很轻盈 很保湿 就是说 同时能解决妆效的问题 又能解决保湿的问题 嗯 对 看到了吧 看到了 哇 我感觉自己的脸上 上了一层磨皮的感觉 是吧 好像有霧面感 好像变死的感觉 对对对对 然后整个皮肤的状态就要好水润啊 OK 那接下来的后续的步骤呢 你可以根据自己日常喜欢的妆容 去画自己的眉妆啊 眼妆啊 等等的步骤啊 在这一层门闷出去开心了 对啊 好吧 我们去happy了 好 那所以呢 关于这个底妆的保湿啊 两个知识一个方法 大家学会了吗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